今天会办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其实是不只是ETC的问题 我想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的政府一直大力的推动所谓的开放资料 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开放的资料 其实反而不是政府的资料 而是先把人民的个资拿来做大量的开放 那其实过去 就是目前一开始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那我想ETC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可能只是冰闪一角而已 那到底在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的依据 以及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包括说像这个ETC的OAS的行车记录 是这个资料可能是从远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 那到底他们如果是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可以把这些资料开放到网路上面 然后供任何人去做下载 我们觉得比较有问题的其实是M06A的这个 各履次路径原始资料 大家等一下看就会知道它明显的不一样 那这个资料 一样要进去看你就随便找一天 然后一样会看到这样子一小时区分的东西 那你就找一个小时进去看 就发现只有一个档案 那它就是表示它是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为区间来 开放它的资料这样子 那这是你一开始会看到 载了那个档案之后一开始会看到的画面 那一开始很多人看到可能会不知道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 那其实也不用紧张 因为在高工局的这个网页上 它其实有跟你说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它的使用手册 然后你进去看它的使用手册 它就会附上这个资料的说明说 各个栏位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你就去找到相对 就是哪一个栏位对应的意思之后 你把它填上去你就知道这个资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那简单言之就是说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集会跟你讲说 每一台车 因为它是用各旅次 就是每一台车或是每一个旅次 它一开始进入的地方跟最后出站的时间跟地点 它都会跟你讲 那它会跟你说这中间它开了多久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有问题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会觉得 今天假如我很有心 我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士 尽管高工局已经宣称这是一个去世别化的资料集了 但是假如我很有心 我知道某甲 某甲他在譬如说半夜2点15分 离开了最终离开了某一个站 就是他出了高速公路 那我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其实你就去把2点15分左右的 离开那个站的资料全部汇整一下 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有对应到三笔 就是2点14分 2点5分 2点9分的那三笔 就是那三笔资料 然后呢如果很凑巧的这三笔资料又有一笔 那个42代表不是小客车 如果你很凑巧的知道他是开小客车的话 那其实就只剩下两笔可以选 那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大概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是一个他可能的功能 那就是推测他可能的近站时间跟地点 那另外一个可能功能当然就是反过来 就是说可以推测说 这个人的出站时间跟地点 那前提当然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人在哪里近站的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一样知道 一个人在2点15分左右 进了某个侦测站 那我就去看了高工局这个资料 然后发现2点15分 没有那2点14分有5台车 进了这个侦测站 那其实这5台车分别在这些 这些最终侦测站出来了 意思就是说这5台车 所以我知道这个人 他只有可能去这5个地方这样子而已 那这里又有两三笔的资料是重复的 所以大概这个人就只会去 大概3 4个地方 所以你是有可能在 这个都还是资料比数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你在深夜时段 很容易可以找到唯一一笔的那一种时候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很有疑虑的东西 因为他只要 他算是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间接识别的过程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人的一些背景资料之后 你可以透过高工局的这个资料 再去推测或是甚至就是 完全掌握说这个人他在某一段时间的手中 我们认为在没有人民同意的状况之下 竟然把我们的资料做这样子的公开 这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没有经过任何的同意 没有任何的授权 然后虽然说 刚刚前面有解释 就是有部分做隐匿的部分 但是其实 只要你是有心的人士 你还是有办法 可以在经过一些推估 或者是一些其他资料的辅助的状况之下 你是可以去推出来说 你需要的一些资料 或者甚至是可以到 去指涉 去指涉到是哪一个用户的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查了一下这个收费单 里面的相关规范 应该要给我收费单 还应该要给我 足以让我辨别 我在哪一些路段 有行驶过去的资料 让我知道你的收费是不是合理 但是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资料 我只接过罚单 罚单上面会有一张照片 也就只有一张 我只能知道我在一个特定的点 我没有办法找到 我行驶的特定路段 我当然也不会去头脑去记忆这件事情 那我像远通 或者是像高工局 要这样子 我自己的行驶的路段的资料 他们不给我 然后要向我收费 现在他们要把这些海量的资料 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 所有行驶的路段的资料 做一个去识别化 然后可以让全球各地的人下载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出来这其中的荒谬性 我当初办这个e-tag 就是很单纯就是只是要付钱而已 那又当初办这个时候 整个跟远通的契约上 也从来也没有告知过 我们就是自己在行车的这些资料 那如果这些资料 如果没有被告知之后 未来如果将被上传 或是在网路上 大量的开放使用的话 那我想这样对我 那个一个使用者 用路人来讲 莫出了任何的问题 那根本就是没有 一个单位能够来负责 不管是公路法 或者是刚刚提到 那个公路通行人费 都没有提到说 这个征收通行人费的时候 是可以同时去收集各资 所以事实上 征收通行人费 是不需要收集各资的 所以收集各资是什么来的 是远通跟个别的用户 去签订机会上面征求 他们的用户同意之后 收集来的 我们必须先理清这一点 那理清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接下去问地的问题了 那收集完之后 本来是让他去扣钱的目的的 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转换成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说 给公众大家来使用呢 那这个就牵涉到 刚刚那个 这个伊林提到的 就是各资法的问题 各资法在16条跟19条 分别针对公务机关跟非公务机关 它的利用 做了一个规范 那他同时也讲说 在某些情况符合的时候 可以做目的外的利用 本来你为了A目的收集 只能用到A目的 现在你可以转换目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讲说 只要资料经过提供者处理后 或收集者 以其揭露方式无从识别特定当时 那问题就是说 这边所谓的去识别的话 到底是谁的责任 这是关键的问题 我们用这个图来看一下 本来作为一个直接收集的人 如果他在跟个人做资料收集的人 他在目的内收集 这个没有问题 你会要么有法律上一句 不然就经过当事人同意 但是你要做目的外的利用的时候 提供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那个人就是间接的收集者 那你原来的收集者 叫直接收集者 在这边就转变成了叫做提供者 所以我们的法律本来是规定说 你要么有提供者去进行 去识别化的处理 你提供者要去进行识别化处理 你如果没有做去识别化处理 没关系 但是要提供者 用他的揭露方式提供给 收集者的时候 让收集者无从识别当时 换句话说 重点是这个间接收集者拿到的时候 是不能够是有识别的资料 那义务者是谁 义务者在这边都是提供者 提供者你要负负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你是当初跟我收集资料的人 你要负起这个在利用上面的 一个合法的义务 我们的法务部 这边就牵涉到法务部的角色了 法务部突然出了一个函事 给大家说 都不用了 也不用一定要有提供者去识别化 也不用说他揭露的时候是去识别化 只要后来的这个间接收集者 他如果揭露出去的时候 是去识别化就好了 各位回想一下小时候 通常有时候小朋友说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 你不能够跟别人讲 他说好 我不要跟别人讲 他跑去跟另外一个人讲 我跟你讲刚刚那个秘密 但你不要跟别人讲 你只要不要跟别人讲 我就没有违反 我跟前面那个小朋友的 的一个义务 后来那个小朋友 就跑去跟另外一个人讲 就这样一直传下去 法务部说这样没关系 只要最后那个人没有讲出去就OK了 请问这样子是合理的吗